精准命中模拟战时时代涉及 巾帽不要须眉 去年五月首批女教招援上线 按照现行规定 女兵退伍后比招男性 官士兵纳管为后备军人 需接受教招 至于女性军事官适逢纳管 则依个人意愿 可选择不被列管 但这项制度就被批评 不符平等原则 因此民进党立委近期提案修正 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 明定女性军事官退伍后 一律服御被役 纳入后备边管 当时会没有纳入的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的少子化 这到底是谁把台湾带到兵凶战委 明显反映出是我国兵员 严重短缺的问题 但基于来性平等原则 以及强化国家动员能力为目标 我该对这个政策还是给予支持 国防外交委员会朝野女立委 有不同意见 而看在退役女军官眼里 认为不该一刀切 我是不赞成所有的都纳入列管 我觉得要因为她的工作性质 属性那些来决定 而不是毫无选择性的 全部都列管 康小姐过去服役于经理单位 就是被边管 有感自由受限 喊话看职务分类 应该仔细应对 当然被列管以后 你就会考虑觉得说不自由吧 我觉得需要走到这边融相见 然后才考虑到列管的问题吗 我想就是考虑到各国的国情 还有就是威胁来源 以及现代的这个性平文化的改变 这个有利于就是全民国防的行程 时空背景不同 一朝全民国防方向走 TVB的新闻 许家梁 佩佩台人超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